Hello, 我是LuckLuckLuck 剛剛講完武器王子呢? 接著來的就是Halloween的新情報了 我想是全部情報 即是全部的進化和上修的情報都弄光了 好,首先恭喜這個... 道基Halloween版是Skin寵來的 好厲害,好厲害,好厲害 道基今次不錯,挺厲害的 有個Skin寵,就不怕抽不到 先說說什麼,說說這個Monster能力調整 因為各位都很在意火魔女和古龍契士的強化才對 那你先看看吧 Monster強化調整 OK 首先第一隻是古城的青龍猿士Sonia 覺醒直接加10C強化 超覺醒有10C強化,即是2C3個橫牌 覺醒火力又是非常之高 不過也是,三圍是1400攻就低了一點 但本身暗炎耐性都好用的 即是類似遊戲覺醒那樣吧 不過火力就差一點 技能是Buff12CD 14CDBuff做12CD 技能沒變,都是2色陣加加速 這隻是3倍血,3倍攻,18倍攻,OK啦 下一位是加尼,加尼覺醒沒Buff到 然後,咦,這一隻好像是NP寵來的 好像是50萬NP的 技能是6CD技,加了五色陣 那還好啦,嘩,你不是吧 連隊長都不Buff下,死東西 下一位好奇的客人,拉拉 那拉拉覺醒呢 多個SB+,然後就沒了 嘩,可憐,真是可憐 然後4CD的暗橫牌生成 咦,正啊,那是剛好玩什麼 剛好玩快刷隊 那刷極鍊也不錯,有SB4顆 10C又是新的覺醒 好,那下一位是魔狼的露西法 是不是呢,露西法 那覺醒Buff了些什麼? 都是SB,嘩,好少哦 技能沒變,隊長沒變,10C強化還好啦 那假裝精靈,這一隻,嘩,覺醒又不Buff 那技能是7CD的全回復,OK 那這一刻都不錯的 7CD的全回復,那本身覺醒是解磅 即是可以選擇轉轉轉解磅 那技能其實不錯的 即是幾乎是全解的角色,兼解的轉轉轉 那不過三位就低一點 甚至10C都是不高火力的 但是全解角來說是一隻不錯的選擇 那下一位是古城的居猴龍腕屎,Sonia 那覺醒多個SB+,沒有啦 那技能也是這樣啦,那這一隻講過了 OK 那進化之後覺醒也是多個SB,也是沒有啦 那隊長是不翻做2.5倍血回,也是... 差的 那這一隻是前日公布的,是多個五色強化的 火力高一點,隊長要用一點,但是味道很厲害 那青龍肌,覺醒多了10C,SB... 不是,SB沒有變多了 多了10C,然後就沒有了木吊落 覺醒也是10C,略顆10C那樣的話 都是堆火力,但是三圍又是低的,都是還好啦 技能沒有變,隊長沒有變,進化之後也是多個10C 然後轉了暗的吊落 好,那都是一般的,那是消耗魔 那是消耗魔,消耗魔就SB4顆,都是沒有啦 那技能沒有變,覺醒就是... 隊長沒有變,覺醒多個10C強化,還好啦 那下一隻,御茶屋的看板娘,千代女 覺醒是整齊一點啦,之前是很不整齊的 那是三龍Q,那三個暗王牌 那都是僅持而異啦,那都是龍Q的角色啦,沒什麼特別 那下一位,假裝制的女神木印 覺醒多了10C,那都是僅持而異 沒有SB,難用一點 那下一位是古城的,名字那麼長不讀啦 覺醒多了一個SB+,那沒有啦 嘩,好...好不行喔,說真的 那些BUFF都是...BUFF完和BUFF是差不多的嗎? 那看來可以完全Pass喔 那還有這個什麼...南瓜職人多了一個... 看看先... 嗯...惡魔Killer 然後7CD的解,消珠解,綁技,嘩,不行不行 那這一位是公佈了啦,那是多了一個半減技 那還有無話管通的覺醒啦 都是說了啦,這一隻,是屎女神 那下一位是妮妮 那妮妮就...覺醒多了一個...什麼? 喔,手指大嗎?這麼少東西? 那10CD技,加回Lider加算和解落無辣 那然後...這個SK是什麼?加回60%輕減 那這一隻就...3顆燒不到,即是4顆才燒到呢? 那就是周回向啦 OK,那刷關都OK,好用的 那最後一位是遊戲的星天使 星天使覺醒無辨道 那3CD技的覺醒全回復 那這一招技呢,那就有點看透了 那出木珠暗珠3顆3顆,然後覺醒全回復呢 那短CD技是...我認為是目前的主流啦 那特別是短CD功能性多的技啦 或者是實用性高的技啦 那這一招3CD的覺醒全回復呢 就是實用性比較高的技啦 那是不錯的 那今天隊長技是76轉版面用,都不錯的 超級性多一個2ray 那點陣板就... 咦,正喔 筆翻10CD很短 10CD的...技定10CD版面 那是木和暗呢,15顆15顆 那這一招是...看看先 多一個半甘,都是差不多的 那下一位是換龍換屎 那覺醒多一個邪魔耐性 那然後技能是多一個... 都是這樣啦,多一個貫通啦 還好的就... 那新的轉身換龍換屎都說了啦 OK,下一隻 嗯...這個金檔的幻龍王啊 那多回什麼啊 SB Plus 和手指大華 拜拜 8CD技 咦,8CD技來說 這招可能不錯的 那這一招技可能打Ranking啊 即是杯賽呢 可能是用的 因為上面暗呢,下面的木呢 都是特別的轉珠方法啦 那有機會用回... 就是...打Ranking的 那超級性多一個10C 好,下一位啦 那這一位呢,城下的大魔女呢 Marzor呢火魔女的Halloween版呢 那前曾經的隊長 最強隊長 那現在怎樣呢 爹爹爹爹爹 我,城下沒buff到的 哇,勁鬼孤寒 然後技能是13CD 多一個半減 那半減加威嚇技多OK好用的 都算是一個不錯的buff啦 那然後...隊長技呢 那前最強的隊長技呢 那現在怎樣呢 那buff回火暗傳312.3倍 之後5顆珠燒輕減9倍攻 他說輕減是調整了,我想是35% 即是2.5倍三圍,35%輕減 攻擊力是2.3乘9,大概是20倍多些 都ok的,但沒有common加算 又沒有這個追打呢,那是難用一點 那看來都是上不回去了,拜拜 先看看武裝多一個暗掉落,技能變回半減盾 武裝入暗隊可能就好用一點,但2-way暗隊暫時就難見一點 好,下位是巡遊的龍腕士 覺醒沒有變,技能是14CD的4回合加攻 然後是火木心3色生成 14CD4回合加攻都ok長 今天combo強化覺醒適合火隊 超過性多了7C3,7C魔法貫通4顆回復強化 那假緣這一個解角就非常完美 那隊長技是5倍攻,2.5倍血,但分開火木屬 輕減3倍攻,那都還好啦 火隊來說是太多劇劇隊員了 那下位是愛貓神,那愛貓是講了,可以PASS了 好啦,那下位是大戰,謝謝 那是遊行的,遊行的鬼龍玩士 鬼龍契士啊,遊行的鬼龍契士 那個醒是多了個封印耐性,SB 20CD變身 哇,5回合加速啊,喂 喂,全遊戲首隻啊 原本4回合加速,現在5回合加速啊 喂,全遊戲首隻啊,這個 沒有記錯過玩,沒有一隻變身中是5回合加速的啊 那這個算是挺大的buff啊,對於鬼龍來說 5回合加速加上有個SB覺醒 都算是挺大的buff進化前 那看來官方是給予尊重啦 OK,那是挺滿意的 那吞完進化後啦 進化後之後覺醒又不變,唉,死爺 那技能是2回合的 用不到技,自己加攻4倍,然後擊減盾 再火屬性4倍攻 即是這一回合自己加16倍攻 即是頂攻的節奏 4CD的激減盾兼且4倍攻呢 是非常之靚的 但是死穴也是沒有變 兩回合的skill不可使用,真是太過難受啊 你說一回合都還好,但兩回合真的...用不到啊 那假如打功能到關呢 不給開技的死磨率是很高的 那所以都是難一點啦 但是buff是有的 那先看看這打 那這打是3倍攻... 哦,是buff了輕減率 由60%變成65% 那都是真的還好啦 那火心目前的玩法都是入回... 都最好就是跟回火車啦 那火車有回個3色的解鎖生成 即是有心珠的 那火前和火苗的話就不太對啦 但是也是啦 焦忌是跟高難度關的傷性太過差啦 那先看看武裝先 鬼提燈 那覺醒...哦... 又是全遊戲首歌 SB加6個覺醒啊... 不是6個耐性啊 那是2222 毒耐性2 邪魔耐性2 暗炎耐性2 那是非常之... 就是神經病的 但是呢 可惜的是呢 目前這一類的耐性需求呢 特別是暗炎邪魔和毒啦 那這一類很多的角色都是有傳耐性啦 那其實就變了不太必要啦 真心就... 可惜一點啦 那假如這一把是... 即是上年出呢 那一定是神裝來的 那技能是15CD的 不翻做4回合的破傷級 嘩...4回合破傷級... 嘖... 嘩... 好吸引啊 4回合破傷級是... 好癡善啊 那打神秘是非常之好用的 但是都是啦 這個不給開技呢 真的很像炒車的 所以都是不建議打一個難度關啦 或者是不建議開技啦 但是平時關是不錯的 好 那再下一位是這一隻 咦 還有喔 激龍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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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覺醒是4SB不翻做 沒有啦 僅此而以 10CD技 變回全版水珠... 那... 蛤? 我想看錯了 是18CD技 差點以為是10CD技全版的OP 那隊長都是... 變回60%輕 那...都是沒有啦 多一個防磅 然後... 這一隻暗印 說了啦 不說了 還有這個是... 燈龍換士 那是XB 多XB 多XB 然後... 邪魔大耐性 那都是還好啦 那特別一點是1CD技啦 1CD技的暗洛珠 但其他都是一般啦 OK 那就講完一些... 全角色的強翻案啦 那都幾多下的 但是最焦點的火魔女呢 那技能是BP回了一招不錯的技啦 但是覺醒就沒有BP 還有隊長都是差一點 都是... 真的不太厲害啦 那暗的2way隊 其實就... 現在就... 不算是主流啦 所以都是... 可以放回雪櫃啦 然後可能換士就是不差的 那BP 多XB兼5回合的加速 那進回火變身隊 是非常之... 即是極速的變身啦 我可以說 那特別現在火苗火潛那麼主流呢 那火變身隊是幾適合用的 但是這個死穴也是... 沒有變得啦 兩彎的用不到的真的... 搞不定啦 真心就 那假如是機構啦 那開完技之後 那用這一招激感刀來頂這個星龍的... 大傷害啦 但是對完之後呢 那他下一下是角色無效呢 那我是選不到的 那整個事是好... 真的很難受 很容易死的 那所以就... 那玩法就... 都是難一點 那看看之後的新關 會不會給他一些機會登場啦 那這一個就是舊角色的強化調整 那還有的... 是未完的 那下面呢 就是這裡啦 新的糖果武裝啦 那除了盜機啊 那這些新角色的糖果之外呢 那這些舊角色呢 都是有些糖果武裝的進化啦 那一起看一看啦 那跟回這個水雀的玩法啦 那個扇仔的玩法 那首先青龍玩士 水暗傷色串燒兼且兩顆的防風印覺醒 正啦 正 那技能都加速啦 那這下周回是挺好用的 好,下一位是... 這個... 拉拉 那是暗橫牌暗掉落 那是暗隊的快策用 正的 那下一位是... 吸血鬼,雲耐性兼暗串燒 那是...都不錯的 但是招技就千萬不要滿技啦 OK 那暗隊搞完沒雲耐性都可以用一用啦 那這一個是精靈 嗯,看看先 防綁L字 防綁L字 防綁L字都不太好用的 那今天技能全解都OK好用的 那這把不差喔 都正喔 解轉轉轉 而且是解L字的 算是全解武裝啦 不錯的 那下一位是... 青龍換屎 那是... 那這個暗艷耐性就還好了 立刻不看啦 那毒耐性都不看啦 好,青龍BB 再見啦 好 那小按摩就是防綁2way 攻擊Killer 都OK啦 搞完你是完全沒有防綁2way的武裝 那這把都可以用到的 那下一位是千代女 那是... 50%以下強化暗橫牌快冊用啦 那下一位是... 那下一位是... 八虎 嘩,正 那是十字加防風條 正 這個正 但是超級是廢爺 那下一位是... 那下一位是... 古城的不知什麼鬼 那是... 防綁深強化水橫牌 10CD的三回合的火無效 火無效打什麼怪有用呢 想想一下,火無效... 咦,我想到了 那打這個神秘的... 十二關呢 即是轉隊長的那隻 卓手神呢 那這一招應該是用到的 那這一招可以用到的 那這一招可以入水苗啦 最後一位是南瓜職人L自家 嘩,原來性,拜拜 那最後一位是...這個... 什麼呀? 木屬性的小妹 那是... 木橫牌5個自動回復 嗯... 那的話都是... 周狐勇啦 最後一位是... 尼尼 尼尼是... 咦,正喔 尼尼正喔 兩橫牌...兩顆之斗喔 嘩,尼尼正喔 超級快策用啊這個 超級周狐勇喔 OK,最後一位是... 這個星天使2way暗啦 那是... 沒什麼特別 最後一位是... 是女神的新野SB 這下不錯啦 這下... 三顆木強化 三顆暗強化 那是not bad的 那SB是最正啦 有SB 雖然木暗隊的雙式玩法 就暫時都少見的 但是木珠又適合真人招技啦 真人招技是水木轉暗的嘛 那都是不錯的一個... 玩法來的 最後一個是幻龍王 那是十字正 十字正啦 十字加上... 暗掉落三顆 那然後是火魔女啦 火魔女是兩顆 HP強化兩顆 暗掉落L字 那都OK的 發用性不錯的 有L字加... HP強化 那技能是激減盾 兼覺醒傳回復 都是短CD的激減盾 都not bad 都OK喔 這把東西都算是幾有用的 那下一位是巡游的龍腕士 那是防風刃深強化環圖 那最後一位是... 暗貓 一直接兩秒喔 正喔 加上三顆不復強化 都OK的 手指不夠可以玩一下 那下一位... 古城的龍腕士 HP加五顆... 這個覺醒掉落 兼且是深強化的 這個是跟回EVER那隻 分的覺醒啦 即是沒有了覺醒啦 那都是挺有趣的 那是挺適合入多色隊的 那這下我是挺喜歡的 那下一位是... 鬼龍契士啦 嘩 希望比較厲害啊 那兩顆HP強化 一顆回復強化 三顆火掉落強化 都not bad的 但是就尾道話特別... 真的特別吸引 嗯...就... 看看技能先 技能是... 嘩 正喔 嘩 技能正喔 重力技喔 嘩 這下就不同講了 嘩 技能是重力技 兼且五回合的三倍功能 嘩 這下正喔 這下正喔 這下完全是給你拆這個... 快拆這個... 呂修羅用啊 嘩 這個挺正喔 這個 OK 支持啊 不錯不錯 挺正的 雖然火隊拆呂修羅 就暫時... 呃... 就比較少見的 都是光隊多的 但是招技是挺正的啊 好 最後一位是... 呃... 驚龍喚士 那是防綁 水環牌兼且會復強化的 那是還好啦 好 這隻暗印 嘩 毒耐性兼防綁 嘩... 那這個覺醒其實... 鬼滅之刃的狐蝶忍是有的 那所以就都還好啦 那最後一位是... 嘩 很懷念的暗玩巨龍啊 雲耐性兼暗王牌啊 那技能是7CD的 解綁解覺醒 我想都可以用回觀律性的 有雲耐性就... 那下一位是... 這個伊晴娜美 看看先 嘩... 如果這個是大顆的HP強化呢 那整件事就不同了 那可惜是小顆的 拜拜 那畢竟是銀彈寵啦 好 那下一位也是銀彈寵 那是... 嘩 拜拜 嘩 完全不想看啊 那加尼MP重 那五色都OK的 五色掉落 加上一個... 一秒手指 都 not back的 適合多色隊 好 下一位也是... MP重... 是不是MP重呢 MP重好像是... 防綁兼暗環牌三顆 OK 都... 都是周回用啦 嗯... 好 下一位是... 登龍門市 L字... 加... 枝斗 唉... 都是還好啦 其實就... OK 那新的武裝呢 這個糖果武裝是講完了 OK 完全沒有了 那我個人認為大部分都OK的 即是這些放運啊 暗環牌啊 雙色串燒都是用得著的 那印象比較深的是... 妮妮的雙色... 雙枝斗啦 還有這個時女神啦 六顆的... 強快掉落啦 那火魔女L字都OK的 回到暗隊 那還有鬼龍契士都OK的 超級好正啊 15CD的30%重力啊 那兼且五合的加... 攻 都是倒閉的 那其他就還好辣 就沒什麼印象了 就... 印象不太深 OK 那這裡就是新的武裝進化啦 那在下面就是新的追加Event 那看看先啦 追加Event是什麼呢 是前面這裡 追加第一彈 多一個紀念地下城 每天lock in 打關呢 最大14石 兼且有28個銀記引花章 那追加第二彈 是特別地下城 打完之後送紅幣兼送三神麵 那第三彈是... 打完之後送個Halloween的抽蛋 嘩 這個五石抽蛋 要打四關那麼多啊 唉 拜拜 那第四彈是... 最大42000個... 友情Point 但是滿個人現在是... 就是抽中了什麼 跟好的垃圾東西啊 大哥 你Event是給我試一下 二萬Point呢 我都用不到的 那真是可惜啦 好 那然後第五彈 玉城的地下城 好 那就還好啦 好 那這裡就是全部的Halloween的新情報啦 那最邊講一下 差點忘記講 那就是Halloween的抽蛋是幾時啦 那時間方面是... 10月18號 即是下星期一開始 那到11月1號呢 即是兩星期的復刻啦 那下星期Kitty剛剛完 那接著就是Halloween 那下星期就是網球王子 那都是挺搶的 那個抽蛋 完全偷不到氣啊 那幸運的是 今次的角色就還好啦 我認為就 那九星八星都可以換啦 那七星就... 可以買啦 妒忌可以買啦 即是這一個... 的Skin Pad 所以抽就不記得抽啦 那要換的就不如換算啦 好啦 今次這一個就是Halloween的抽蛋 兼色角色的詳情公佈啦 那喜歡這條片的 希望記得按讚和訂閱我啦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那最後再說一下 這個是剛剛追加的 那P&T&E就說呢 那剛剛的公佈是漏了一些情報的 是漏了兩個最新寵的情報啦 那首先是這一隻啦 是很多人期待的 樹魔女的超角色是什麼呢 是這樣的 OK 這樣的 那我們以為是10C強化的超角色呢 是沒有的 那30C是竟然沒有的 那SB Plus都沒有的 暗傳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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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傳燃 整件L字的啦 老實說超角色的 今天這個角色真的不吸引的 那看看的話 那這個樹魔女呢 唯一另外一個吸引的是招技啦 那角色真的一般啦 8個角色都算啦 竟然連10C 這隻貼切回它是九星寵 這一樣東西都沒有 那這隻作為最Ware的九星寵 看起來真的不太好 即是不是說不強 超級好強 但只是沒什麼誠意啦 好 然後刀機的超角色是這樣的 那是SB Plus啦 10字燒 那兩位是臨尾 即是剛剛加上 公開翻的 觸覺醒的情報 那阿姨是幾漏了的 阿姨說 好啦那今次的影片 真的到這裏先啦 那我是剛剛 做完影片才發現 有個新的東西才加上 好啦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